编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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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假设有一个屋子堆满了玩具 如果我请你来帮忙分类的话 你会怎么分 其实这个话题我问过无数的人 有过HR给我回复说 他先把危险的玩具搬走 之后再去分 有工程师说我要把它标签化 把它数据分类 然后之后其实用数据库的方法来去解决 有产品经理问问我说 那这些玩具要去干什么 然后我有分类方法 12345 有运营问我说 是不是要去做个活动 分类完了以后把这些玩具分出去 让它开开心心地快快乐乐地来去行程 有些同事甚至于是妈妈 她会按照她自己的孩子的一些要求 来把一个屋子的玩具分类 所以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一个屋子堆满了玩具的分类 会有无数无数的回答 其实背后这些回答都是有规律的 所以今天其实我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么样在事情上找到规律 以及去掌控它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爆炸性的 它来自于微信 来自于抖音 来自于你的email 来自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以及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 这些事情其实今天是碎片化的 它也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 它甚至让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变得碎片化了 我们其实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在回应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其实无奈地或者劳累地或者持续地循环地 来去解决这一系列的事情 就像救火似的 很多时候公司 生活 爱情 家庭 其实面对的这些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会发现我们人生中 好比一个一个的屋子堆满了玩具 我们其实用不一样的方法 一定要去分类它 每个人处理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这背后其实是有规则的 怎么找到这个规则 其实是今天的话题 但是我想先问一下 是为什么要去找到这个规则 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 规则 我们能够看到规则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预估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才可以知道今天做的事情 各种各样的举措 各种各样的我们发生的事情 其实可以迭代性地到明天 我刚刚从美国回来 在美国的飞机上我看了一个电影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十年之后 一个high school reunion 一个大家其实回到高中的时候 分享的一个生活 我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人 在我们的人生中擦边而过的情况下 十年之后碰到它 它非常不一样 而且很多人其实又很一样 有些人其实在有些领域中变得非常粗测 那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其实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和今天的分类方法论 和今天的讨论的话题是有关的 我们今天我们的记忆呢 在读任何的信息和书的时候的时候 就很像一个书架似的 我们是会把一本书读完 然后把它存储在某一个地方 那我们从一本一本书开始 然后把它积满了一个书架 在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领域的偏好性的情况下 这个书架是堆满的 但是它是无序的 当我们开始其实在某一个领域变得专业 变成一个专家的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其实读的书 慢慢地其实会把它天然地会放在一起 可能医疗的书放在一起 工程的书放在一起 文化的书 历史的书 这些事情其实已经必然地已经形成一个规律 我们其实把放在一起的书叫做知识书 所以每一个书其实归内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到旁边的一个书来去做reference 我们下一步其实要做的 这是我觉得你要说是我们今天大家很少在学校中 能够遇到这个方法论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其实差不多是停止在知识书 无数的人会教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 我们要变成某个专家 因为某一个专家其实是成功的 是赚钱的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 专家的成功性它并不代表的是生活中的成功性 或者是真正的生意上的成功性 很多时候我们要发现 其实知识书是要重新再被抛解 我们要把书或者梳理的各种各样的内容 每一个内容里面的节点 其实提炼出来以后的时候 搭建成一个我们所谓的叫知识图谱 这时候其实各个的知识 其实会受到关联的 每一个关联队的知识 也就代表我们是可以把这些书 开始不一样的方法分类了 我们可以其实通过管理学的方法 把医学的 把生物学的 把物理学的事情分类 在我们创造一个平台的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读得越来越多的书 其实是关于生物学的 而不是关于互联网的 很多的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通过搭建一个知识图谱 形成一个自己可塑的一个世界观 那知识图谱还可以做什么 可以举个案例 最近其实大家都叫狮子王上演了 我有几个同事旁边在讨论的时候 说是要不要去带娃去看狮子王 然后大部分同事说 其实我们不去看吧 因为这个和动画片听说是一模一样的 故事是一模一样的 当时其实我们设定了一个挑战 说能不能过去陪着小孩子 再看一次的情况下的时候 重新地来去抛解一下知识网里面的故事 然后根据公司的状况 或者是根据你今天团队的状况 来去做一个归类 来去做一个总结 所以这个任务发下去以后的时候 各个同事真的去看了狮子王 回来的效果就很有趣 有一个同事说 其实狮子王里面的故事 是关于你要说是兄弟感情的 是关于爱情的 是关于家情的 然后有一个同事回来的时候 他说的是 狮子王里面的故事是关于团队作战的 关于怎么诚实地对待团队 如果我要去带豺狼的情况下 我一定不会丢掉这个世界的王国 有一个同事说的是关于Circle of Life 整个的这个生态应该是平衡的 你要说我们到底是吃多少动物 到底其实放养多少 到底在整个的这个生态中达到了这一个循环 那一个生态如果是正循环的情况下 它才可以持续 那一个狮子王的王国是正循环的话 它也可以持续 我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去解释狮子王 主要的其实在说的是 其实同一个故事 同两个小时 很多人看的时候 或者绝大部分人看的时候 看到就是这个故事情节 存储了以后的时候 说是小狮子长大了 夺回了王国 那有一波其他人在看的过程中的时候 开始反思中今天自己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不管是爱情的问题 还是兄弟的感情 还是你要说自己今天是在工作上遇到的问题 甚至于在生意上遇到的问题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 短短的这两个小时 不一样的人的收获是不一样的 我们其实通过知识图谱化的情况下 我们学习的速度比其他人快的主要的原因 不是在于其实我们更聪明 或者我们的记忆力更强 而是在于其实我们有效地能够 其实通过不一样的维度拆解这些信息 把这些信息落实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场景中 那这时候呢 我们其实学习的速度 其实和学习的时间远远超过其他人 因为我们睁着眼睛的过程中 从接触到任何我们今天碎片化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已经开始分类它了 把它分类 把它组合 把它归类 然后形成自己的世界术或者世界观 知识图谱 通过这个东西的碰撞和新的信息的时候 再重复地来去迭代 所以这是怎么样能够其实来去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这件事情呢 回到头来就是信息的分类和信息的归类 所以光分类 并不一定其实可以帮我们来去掌控这些事情 就是由我们一个世界观 其实能够让我们更准确地来去预测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以及背后的一些规律 但是一个规律其实怎么能够变得可控 怎么能够让我们找到这些规律 背后的举措 让我们改善 让我们真正的生活 或者想要达到的目标变得正循环 所以我们先去说短期的一些举措吧 短期的举措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正确的百分比 正确的百分比其实我写错了 或者我中文不好 所以翻译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有效的百分比 所以任何一个短期的举措是有效的 同半个小时我们去健身 有些人的效果会比其他人高 但是看什么样的维度 你到底是减肥的维度去 还是其实是强壮的维度去 同半个小时的睡觉 其实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有效 所以这里面的效率是可以学习的 效率的学习 其实是需要我们来去找到对应的书 对应的专家 来去真正的锻炼 来去得到短期的效率的事情 但什么是中期的目标 中期的目标是短期的一系列的举措加在一起 我们来去衡量它的有效性 我是一个创业者 所以我其实很难有时间 花在我家庭身上 我有个女儿 她其实七年前在中国创业第一个公司的时候 她就出生了 在这个过程我其实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是 怎么样能够和我女儿的关系变得更好一些 怎么能够像一个天天在她身边的爸爸一样 陪伴她长大 我发现短短的只是我带着她去某一个地方 全心全意地陪着她 她只增加了某一个短期的一件事情 可能一个家庭的旅游和我在那上面的一个效果和一个举措 但是其实我发现这背后应该也会有一些规律 这个规律在短期或者中期的一些目标上的时候 更多的是我怎么能够增加我和我女儿的一些感情的深度 我会发现我通过其实几年的不一样的尝试 我发现其实单独带着她出去玩 比带着她和妈妈和弟弟一起出去玩效果高很多 那单独带着她出去玩到了一个她其实不认识的地方 她的记忆力 因为对于陌生的环境以及对于我的依赖性 对于其实我们互相在这里面遇到的状况和交流 会产生出很多新的记忆力 这些记忆力其实今天其实在她七岁的时候 我问她她三岁四岁还记得什么事情 她说的都是我带她出去旅游的一些细节和details 这一系列的事情告诉我的是 中期的目标是可以通过短期的不一样的举措和它的有效性 加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改善的 但是其实光有中期的目标的话 其实并不还没有真正地让我们达到我们长期的目标 其实在我心中仰望星空的情况下 我最长期的目标可能和每一个父母一样 就是我希望我的女儿开开心心 幸福地长大 她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她有一个健康的世界观 她有文化 她有教育 她能够未来遇到她心爱的人 她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平平安安地度过 你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诉求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目标 那这个大部分的目标可能是围绕着幸福或者是爱情 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很大的一些话题 它是无数的中期的举措 女儿对我们互相的感情 她的教育 她的接触这个世界的一些信息 而加在一起来去做成的 所以其实当今天我女儿喜欢画画的情况下 当我的目标不只是一个短期目标 就是我增加她的感情的时候 我会带着她来去探索梵膏 我会带着她来去其实学画画的过程中 在家里挂满了默奈 让她能够即使不知道这些人是谁的情况下 能够在这个环境长大 直到她到了14岁 15岁 16岁 真正对于这些事情感兴趣的时候 才关联到了这个世界 和这个世界的互相的规律和可关联性 所以我也在尝试着塑造一个 有规律的可关联的一个世界观 达到一个长期的一个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痛苦的地方 其实是短期的举措 就像锻炼似的 我们有多少人在年初的时候买了一个健身卡 其实到了年底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健身卡也没用多少 或者我们有多少人年初的时候 说是我要去寻找爱情 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还是单身的 最困难的地方其实就是一点一点的小事情 每一个小事情是需要花时间来去衡量 来去真正做的 我选的这个图是一个水地中的徒步 因为做这些举措其实是脚踏实地的 它是要认认真真的我们来去有摄取的 来去衡量 来去做 为什么我说是有何摄取呢 有摄取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它一定会给我们一些其他的事情干扰 一些冲突性的事情 我们可能公司有什么忙事情 我们要去救火 我们家里吵架了 导致于其实不能够带小孩子出去玩 各种这一系列的事情其实都是短期的 我说的各种各样的我们复杂性的生活 让我们其实形成了一些无奈的循环 这些循环其实会干扰到我们一些中和长期的目标 我们需要做的是衡量 计算 来去标记这些短期的发生的事情和举措 把对应的事情挑出来 挑出来以后的时候 花我们对应的时间来去坚持 坚持的过程中的时候迭代 然后来去看它的结果 而因为人和事情都是在改变 它是时时刻刻在动态的 所以我们这个公式呢 或者前面的这个公式呢 它其实不是一个fixed公式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公式 它一定是根据年龄 根据时间 根据效果 根据其实我们背后的这个数字的成长而改变的 但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 度过了这个痛苦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以月为单位 或者是季度为单位 甚至于为年为单位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慢慢的其实开始有大方向感 我们会发现短期的举措 有些事情我们像航海一样 这个翻船的动作可以做得非常对 但是海的方向因为它很辽阔 所以它一定会左翩翩右翩翩 有时候翩翩翩也可以接受 在这个接受的过程中 其实这也是我们中间的摄取 我们对于事情的接受度 导致于其实我们收到了这些信息的反馈 我们要有效地把这些衡量迭回到我们的知识图谱里 让我们的世界观 让我们的可预估的事情变得更精准 让我们最终其实跨洋大海 能够真正地达到我们的目标 这个目标的线看起来是直线 但是它一定是带着弧度的 它是带着不一样的上下的波折的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如果每一年起来的时候 或者是年初的时候 其实以大目标来去设计 然后要去落实的情况下 很难其实从大目标拆到中目标 拆到小举措 我们真正地达到我们的目标 我们其实需要做的是寻找我们生活中 各种各样的事情和问题 和背后这一类的规律 以及其实我们想要去的一些方向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用公式 用我们的目标 用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的方法 来去达到我们真正要的一些结果 所以最终我整个的这个话题 其实叫让万物回归掌控 小到家庭旅游 大到幸福 其实都是可以拆解的话题 实际上其实它是一个观察能力 它其实是一个测算能力 它甚至是一个计算能力 最终其实它是很辛苦的执行能力 但是我们通过整个的这个方法论 我们可以用算法的方法来去衡量 用量化的方法来去真正地 来去找到生活中的一些规律 来去让我们的人生正循环起来 人生的正循环 公司的正循环 职业生涯的正循环 家庭的你要说关系的正循环 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可被正循环化 所以这是让万物回归掌控 谢谢 我叫邝林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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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